大家好我是你妈妈喵哥 我们现在买车容易停车囊 想找个地方停车确实不容易 很多朋友停车囊都是见风插针式的停车 所以假如我们停车的地方特别窄 停了靠着墙停 很多朋友在把车子开出来的时候 就担心车子的尾部会不会蹭着墙 或者蹭着旁边的车子 今天喵哥给大家实际演示一下 假如说我们停车挨墙特别近 到底会不会尾部蹭着墙 好我们现在先去找一个墙试一下 好了大家看到我现在把我的车子停着挨着这堵挨墙 这旁边我们村里面大妈还晒了一些特场刚放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看这个到底有多窄 大家可以看到看到这个距离了吗 就是我的车子现在离开这堆墙的距离还不到一拳框 像我这么秀气的小手 我的这个都进不去了 看到吗特别窄 特别窄进不去了 这个距离已经非常窄了 这还差一点点就要贴着了 好我们看到看到这个整个车尾部 我现在门是出不去了 我现在看到我把我的车子这个向我的右前方打方向打死 看看这个车尾部到底会不会蹭到这堵矮墙壁 可以看到我随着我的这个往右边走 我的这个车尾啊离开这个 因为由于视线视觉瞒去的原因 离开这个墙啊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感觉马上就要撞到了 感觉不敢开了是不是 但是我现在同样的打死出来看 关它了刮了就刮了 我就一把出来算了啊一把出来算了刮了也这么大事情了 好现在就出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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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喵哥刚才的演示大家就看到了 我们普通的这种家用车 其实这个靠着墙壁非常近的情况下 我们直接把方向打死出来 是不会这个蹭到墙壁的 因为我们普通的家用车 基本上后轮到这个尾部的距离都不会太长 当然你要是开公交车或者开货车 那就不能这么计算了啊 因为货车和公交车尾部挑出来太长了 但是普通的家用车是没问题的 而且大家注意看普通的家用车的设计 我们可以看到一般尾部都会有一个收口的设计 到了尾部它的这个宽度都会比中间更窄一些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即使很贴着墙了 我们这个把方向打死一把出来 尾部那个地方也不会蹭着墙壁 刚才通过喵哥的实际演示 大家也都看到了 我们停车的距离只要挨着墙壁 大于了这个三个手指框 也就是三指框 刚才喵哥停车 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个三指框的距离 只要大于了这个距离 你的车子可以一把把方向打死出来 完全不用担心你的尾部会蹭着墙壁 好了 相信通过喵哥的现场演示 大家都清楚了 下次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停车的时候 可以放行大胆的把方向打死 直接一把出来 虽然说你从货车镜里面看起来 由于这个视觉障碍的原因 看上去去尾部已经蹭到了墙壁站 但实际上是没有蹭到的 大家可以放行的开出来 如果大家觉得喵哥解决了疑惑 讲的对比方都给喵哥点个赞 给观众好不好 谢谢大家